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我们看所有比赛按照正常的比赛眼镜来看 一般上都是会上下半区都会分布的比较平均 但是这一次的确是出现了侧重一边 天平倾向一边的情况出现 是 所以主队法国在死亡下半区里面 所以会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任何一队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情况 因为我也相信冠军队伍应该会从这一个区里面产生吧 所以是上半区就以一代佬的情况 也不是这样子 也不见了是吗 因为我们相对来看 上半区也有看头 对对对当然了 因为势力上比较弱一些的球队在另一区 这样等于说大家都没有那种抱负 也没有压力 像皮子上 而且大家的势力都很相近 皮子上都能拼搏 那种施杀的程度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肯定不会低于或者是亚裕 另外一区的 就不会一面倒 对 其实像冰岛 就是威尔斯 还有这个斯洛伐克 北爱尔兰 都是第一次打进16强的这个队伍 所以其实他们算不算黑马 不能够算是黑马的 就是说他们可以说是在 第一次打进这个欧洲杯 然后又打进了16强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然后信心上也给了他们不少的鼓励 这样子如果他们能够进得多远 才现在可以真的是可以从16强那边 开始看得出来了 毕竟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 16强是一个全新的比赛 是属于淘汰赛 那你没有这种这方面的经验 你是压不住场 你是会打得在表现上也许有所失色 所以你还是本着你原本的看法就是不会有绝对的黑马 机会不高 机会不高 这样可能跟赛之就会有关系 那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的一些对阵一些焦点战 那包括就是当然先看的是英格兰对垒冰岛 对英格兰 看排面的话我们觉得是大雪山碰小冰岛 对不对 有点大气小的感觉 因为毕竟冰岛第一次打进这个十六强赛 可是英格兰会不会因此而减便宜呢 看起来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因为第一我们先看他 北欧球员向来都是在身材上占了一些优势 虽然他们的动作上有点慢 但是英格兰的打法十年不变 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速度快 但是你能够穿透他们的后防吗 再说这支冰岛队他们的防守的确是很好的 很严密 所以你看很多支枪队在小组赛里面打的话 都占不到便宜 所以我的办法是英格兰也占不到便宜 这可能是会很难很难的一场比赛 英格兰也年轻啊 球员 对啊 但是年轻不代表一切啊 有体力不代表一些 对我们也看了冰岛基本上也是算很年轻啊 而且又高大啊 他们不怕你高空球啊 那地面球他脚比你长一寸啊 而且他们是第一次打进16强 肯定是拼命了跟你 对 因为压力上 基本上压力不在他那边 同样的我们在看压力是在英格兰那边 尤其是主帅Hotson那边 如果你打不赢 连冰岛都打不赢 你怎么向江东富罗交代 是 是 是 不过有一场我相信很多人不会错过的 就是意大利碰上西班牙 就是感觉好像上一届欧洲杯的决赛提早上演了 所以你怎么看这一场 这个是早来的决赛了 应该是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样没有人预测得到 因为西班牙一场球打得不好 输了给克罗迪亚之后 就整个形式变化变成这样子 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 对对 这样意大利也是很倒霉 我们只能够说意大利是很倒霉 如果他相对来说 可能他遇到克罗迪亚或者其他球队的话 也许他的打法会更 他原本也会拿了好签 那你只要来了一个西班牙 对对对 只是你看西班牙跟意大利的话 你会觉得排面上哪一个会比较优势一点 其实两支都是老牌球队 我们再看一点就是 两支球队都有一些老将来压阵 这一次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 我反而觉得 西班牙输了一场比赛的时候 他们的信心会不会受到影响 然后能不能即时反断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因素 另一方面意大利同意也是输了一场比赛 但是那场比赛是大部分都是年轻的球员在打 老将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在这点上我还是看意大利会比较有机会一点点 再说意大利的防守相对来说也比西班牙更强 这样一看就我们来看了 不过这个时间点很好是12点 所以应该是很多人可以看到这场比赛 时间不是问题 如果真的要看久了时间不是问题 对四个来说三点几点都不是问题 还有一个也是同样很好玩的一个看点 就是球员身价最便宜的一支球队匈牙利 碰上本届赛会身价最贵的球队比利时 可是我们看到比利时就是在小祖赛的时候打起来 常常就让很多人失望了 所以匈牙利这一次在小祖赛是没有输过的一个情况下 碰到了比利时会不会说他们有机会 相对来说是应该有机会的 再说我们这次看匈牙利的球技的确是不差 而且他们也是胜在三线的实力够平均 那我们看比利时 比利时是一支名气上身价上各方面都比对方强出 对强出很多了 但是比利时给我的一种印象就是他们是非洲球队 打球不够积极 非洲球队 没有团阶 没有那种团队精神 比较个人化 这点吃了亏 小祖赛这几场打下来你还是觉得 还是是这样 没有办法磨合到相当好吗 情况上这些要需要时间都是不是不是你说我说 或者其他人说就能够改变的一个 一时三刻的一个局面 并不是这样子的 不过还有一个全强对碰的就是克罗地亚和葡萄牙 对对 这个组合好像看起来克罗地亚是占上风的 对对我同意 葡萄牙西罗跟匈牙利一样就是找回进球自信了 对这个也是你四个讲的 西罗还是会进球迟早会进球 对对对 结果他打出来了 对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说西罗 整个球队还是要靠西罗 那拿你的那个板平球 昨天那个板平球是非常重要 其他的鼓励军心的作用 那现在是这样子 葡萄牙是很侥幸的 以三场合球打进了16强 那接下来看能不能够再走得远一点 这个是拭目以待 从排面上看我们是认为克罗地亚会比较强 因为克罗地亚打出了信息 再说他们没有输过 而且这一支不要忘记 是11个球员里头 每一个都是身负武功的烂载球员 就看他们能不能够对这个单箭头的葡萄牙 所以他们不管你怎么打 你什么形式 你怎么样 你打什么形式的阵法 或者是什么打法 他们都是应付得绰绰有余 再说这支球队里面 你看他们主要的11个球员 都分布在欧洲五大联赛里头 所以那种适应场上跟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你这么一讲 我的脑海里面已经出现 克罗地亚最后决赛碰德国的那种感觉了 因为他在上半局看起来就基本上 对手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感觉上 本届欧洲杯其实说到底 其实是扩军24队 打到现在是16队了 可是看起来其实在小组赛的时候 其实情况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激烈 就你看世界杯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因为24队的嘛 就是说当了其他一些小组 在小组赛比赛的表现不是很好的球队 都有一个翻身的机会 那这种小组这种情况就是说 就好像我们拿了葡萄牙为例吧 现在还是第三名 谁知道他最后是拿到冠军了 也对也对 可是这样会不会说对于举办欧洲杯赛事的这一届来说 算是一个拜扁如果这样的安排 不会不会 这个赛事毕竟是第一次才进行 才进行 他的好跟坏是需要时间跟更多的考验 去证明的 其实之前是跟好像也是有讲过 就是欧洲杯不怕恐袭 这个一点我们记得 就怕这个流氓 就是足球的流氓 结果一开赛果然 俄罗斯英格兰的足球流氓就闹事了 所以你觉得你预算一下 接下来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这种东西是无处不在的 他们说 并不是说他们刻意在那个欧洲杯里面 才会出现特别闹事 但有一些国家的确是他们 也这种情况是 在欧洲是很普遍的 尤其是印尔兰跟德国 然后你都小看法国 所以在同一个赛区也接下来 所以你觉得很可能会出事情 哪怕是差不多到决赛的时候 也一样不会出现理性的情况 心之火可以燎原 场内场外都有 都有这种火花事件的可能 对对 是好 我们今天谢谢四哥的分析 不客气 谢谢